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我們今天第三個故事的講者是 毛周元老師 我已經介紹過 他以前已經來講過了 所以不特別再怎麼介紹 我們等一下大家還會再談 有問題 好 毛老師 謝謝高教授的邀請 今天中午 我跟太太講話 我說下午要去給演講 她問說講什麼 我說講塑膠 她說怎麼講這麼噁心的東西 OK 這是 然後先給你看看 前面就是不然是看起來很噁心的 這個東西 我要講一下它的發展 塑膠現在當然是完全我們離不開它 離不開它 我們日常生活裡面到處都是 曾經有個美國人 他試圖想要說 努力就是說家裡面從那不用塑膠 生活不用塑膠 結果他只做了兩個鐘頭就做不下去了 不行了 我們現在生活裡面 從早上起來牙刷 到晚上睡覺蓋的東西 到處都是塑膠 你恐怕沒有辦法想像 一個完全沒有塑膠的日子 但是我可以 我相信竹田也可以 我小時候就是這樣 我記得我整個小學裡面 幾乎沒有看到塑膠的產品 我是民國49年畢業 後來才知道說台灣 第一家是台塑做PVC 它1954成立 但是呢 它是真的PVC出貨是1957 57的時候大概沒有搭總 都是工業用的 那PVC 最常見的PV大概1959年 所以 我是完全可以想像 沒有塑膠的日子 但是各位恐怕 大部分人不行 好 這個 影響的地方 也不是說今天我們看的 都是很便宜的東西 也有非常寶貴的東西的塑膠 這個 這個 人類第一次登這個月球 1969年 我記得那個時候 全台灣人大部分人都看電視轉播的 事實上呢 沒有塑膠材料發展 根本去不了 整個太空莊 絕大部分都是塑膠 包括它那個 透明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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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殼 那 這裡面詳細的東西 我就不必講 因為你可以想像 就是沒有這個農民 太空莊不知道怎麼做出來 這樣 注意到這個是 才1969 就是我 第一次接到塑膠 之內不到十年 不到十年 這個 所以非常快速的一個 這個發展 對人類也有很大的衝擊 各方面 我只講一個小小簡單的東西 大家都看過電視上 這個非洲很缺水 都要去取水 取水 以前取水的右邊那個鐵桶 那很重 我小時候提水就是這樣 它光重不說 它沒辦法頂在頭上的 因為它晃來晃去 這個鐵桶 所以自從有塑膠以後 取水就變成小孩子的事 以前是女人的事 後來這個 所以你常常看了一堆 非洲小孩 在取水 練體力 另外文化上有很重大的衝擊 就是電影 英文裡面電影叫什麼 叫Fume Fume 薄膜 就是有這個 有這個塑膠薄膜的發展 我後面會講它是什麼 你才能夠 一個連續的膠卷 這個膠片 各位都可以同意 這個電影是對我們全世界的文化 非常大的衝擊 非常大的衝擊 對文化上的 那當然大家 也 這個最熟悉的電影 這個鐵達尼號這樣 鐵達尼號一百週年的時候 就是前兩年 人們去 終於能夠去挖那個 塵的底下船的東西 去挖上來的東西 什麼都有 各式各樣什麼都有 就是沒有塑膠 所以那是一個 事實上有 我後面會講 有19世紀的塑膠 但是那個時候的塑膠 就在海底下一百年早就化掉 現在的塑膠不會 現在的塑膠是 forever 可以存到那麼久 好 是這樣的話 我們先有個印象說 這個塑膠在 人類的生活 科技 歷史 文化都有 很重要很重要的地位 那我們就 來稍微談一下這個 塑膠本身到底是什麼 我並不想 談歷史本身裡面 很多東西 但是說 先從一些你們最熟悉的 日常生活 你看到的塑膠是什麼 我們化學一下 怎麼描述它 這個 它的物質基礎是什麼 最熟悉的話就是PE嘛 對不對 聚乙烯 聚乙烯的話是 顧名思義是把乙烯分子 把它聚合起來 這個N可以幾百 也可以大到幾萬 很大 這個 分子量很大 它是一個 常練的 這樣一個分子 就是 分子量可以幾十萬幾百萬 那下頭是一個 它的分子模型 你看這個畫 非常一目了然 就是說 它是怎麼做出來 它是怎麼結構 畫家需要的就是 這樣一個東西 那 這樣什麼結構 它有什麼性質 也就可以 來推理 我講了說 最早的這個塑膠 並不是這個 只是它 最讓我們容易了解 所以我們先看這個 那這個乙烯 最早發展出來的時候 也早於這個 我們現在所說的 石化工業 它最早是從電石 電石跟水反應 會產生乙烯 電石我小時候也見過 各位也沒見過 小時候夜市 點的燈是電石 大家這個 變成這個乙缺 乙缺以後 就直接燒 但是在這裡的話 乙缺要變成乙烯 這樣 氫化一變乙烯 然後再 聚合反應 所以這種反應 叫聚合反應 那聚乙烯 之後大家 就是常生活裡面 最熟悉的 那可以 做出各式各樣 那現在 當然知道 各式各樣的聚乙烯 處分為高密度跟低密度 高密度的話 我們叫HDP 它就是一個 常練的 沒什麼知練的 整個東西像個 麵條一樣 常常 那如果低密度的話 LDP 我用這麼簡單的圖來說明 就是說 化學現在 很容易理解 不是一個 你一看 the monomer 單折的是什麼 它polymer 然後接下來 你知道 知練很多人 你知道 這個東西它排不緊密 你當然低密度 低密度只好做什麼 做塑膠袋 做塑膠膜 那高密度可以排得很好 可以結晶 可以做這個塑膠品等等 好 塑膠 有這個所謂 熱塑型的 熱固型的 一般PE都是熱塑型的 熱塑型就是說你加熱以後 它可以開始有可塑性 這個是最重要 人類一直到這個 塑膠的發明 你注意到所有的生物 生物做很多材料 我們的骨骼 我們的背殼 什麼東西 沒有一樣是可塑的 沒有一樣是可塑的 但是呢 塑膠是做出來的 也是可塑的 然後你可以說 早之前有最多可塑 玻璃 玻璃是可塑的 但玻璃不是天然的 我們說天然的材料的話 它具有可塑性 可塑性從這個圖 你也多半的可以了解 就是說 它 很多常練 像這個 麵條一樣 揪在一起 你拉它它還是揪在一起 你放它它還是揪在一起 所以它 它不會分開來 不會分家 會斷掉 那 熱固型的話 還是加熱以後就回不來了 差別 熱術就是 加熱冷卻以後可以回來了 好 第二個 你這場生物裡面非常看到的是 聚本乙烯 聚本乙烯的話 左邊那個 是它的單體 這個 乙烯本 那 這裡的時候你開始學到一個 只要有探探雙劍 雙劍的這樣的東西 它就會有本池聚合 它就可以聚合 聚合的機制很多 我不在這裡多談 但是它就可以 聚合這樣的東西 這個是聚本乙烯 聚本乙烯 剛剛這個聚乙烯 有一點不一樣 你可以吹氣進去 它聚合的東西 吹氣進去 吹氣進去就變成這個 保麗龍 就可以絕緣 最好的絕緣材料 我們用很多 事實上對於能源的使用來講 有很大的貢獻 你看這東西很麻煩 因為它永遠不消失 這環境造成很大的污染 但是 你不知道在那個 整個絕緣上面 它用的非常非常多 以至於我們能源的使用效率 比起一百年前高非常多 我們如果在寒代的話 它的建築房子 都是有這個聚本乙烯 去做絕緣 因為裡面很多空氣 這樣 那 另外一個重要的是 這個PVC 大家非常熟悉的 你們看到的那種灰灰的水管 幹什麼 你的汽車裡面 全部都是 它 這裡我就不寫單體了 大家都可以猜一猜 大概是綠乙烯來聚合栽 也是有個CC雙劍 聚合起來 我要提到的 黑膠唱片 最早黑膠唱片不是 我等一下會提到 最早最早是 是另外一個 但是呢 在我那個年代 所謂這個黑膠唱片 都是PVC做的 PVC非常非常便宜 但是呢 你現在聽起來 PVC做的唱片 音質非常好 非常好 不要說它塑膠 瞧不起這個爛貨 但是它的音樂 的確會比你的現在Digital的音樂好 當然 這個塑膠椅子啊 什麼東西 這個都是PVC 當然還有黃色小鴨 黃色小鴨 有一個故事跟台灣有關 它怎麼來的 最早有了PVC以後 人們就製造玩具給小孩子玩啊 小孩子 那 後來發現小孩子 在洗澡的時候 特別喜歡玩 在澡缸裡面 丟掉 所以 整頓整頓的座 就是台灣座 因為台塑 就是以PVC起家的 他們賣 在197幾年的時候 我忘了 我還在當研究生的時候 有一個長榮貨運 整個這個長榮海運的那個船 不然大風 上面的那個貨櫃 貨櫃都堆在外面的嘛 船上面去吹下去 吹走了 就掉了一大堆的黃色小鴨 都在海裡面 到處全漂 最後人們就在 阿拉斯加 在日本 在智利 在 在哪裡 在印度 海邊 都撿到的黃色小鴨 就全世界人 都靈感都來 黃色小鴨實在很可愛 事實上海洋學家 利用這個做了研究 說調查那個洋流 所以它科學有工資 這是台灣產品的 當然後來有個藝術家 就說那我做個特大好的黃色小鴨 那就是全世界展覽 上面那張是桃園 下面那張是高雄 基隆我就不秀了 好看 鐵弗 這個 你如果剛剛具體器上面 全部犯成佛 用化學來講 它就特別安定 非常安定 安定到你什麼都搞不壞 所以我們就把那個鍋上 來煎蛋 不沾鍋 不沾鍋 不沾鍋的就是政客 所以你看到 這個 這前兩天我看了新聞 這個Hillary actually 真的說這個話 他給他取個綽號 叫鐵不弄川普 好 那 剛剛那種 這個 聚合物 都是靠所謂加成反應 一個加一個 一個加同樣的 一直加下去 一個加下去 好像沒底 另外一種是 這個 縮合白銀 縮合白銀 縮合白銀主要是聚脂類 它兩個不一樣的東西 一個 頤二醇 跟另外這個 它進行一個有性化學的縮合白銀 形成這個脂類 然後一直連下去 這個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PET 這個 這個 PET 我想 我們學中文來說 都搞不清楚它的名字 它真正的名字叫 巨與西對本二甲酸子 好長 算了 還是學 就講PET就好了 寶特瓶 你 用的非常多 這樣 剛剛講的這 很快的眼影串 你 你又得到一個印象 說我們 對 這個 塑膠 有個基本的化學了解 但是原來這個了解的得來 其實不簡單 主要貢獻的就是 Stoltinger Herman Stoltinger這個德國畫家 他在1920年的時候提出來的 他提出來說這個東西叫高分子 高分子 好 那 我們今天 這個高分子的翻譯是 Macromolecular 但是高分子之前很久 就有一個名稱叫Polymer 就是聚合物 我們中文翻譯是聚合物 我們今天把這兩個 當一回事 是同一個東西 但 Stoltinger提出來是革命性的 不一樣 在更早以前 就已經有 很大分子量的東西 其實蛋白質 就是 糖類 就是 這個 這個 Cellulose 這些 這些 澱粉 這些都是 人們那個時候只能叫它 知道一個分子量很大 就能東東聚起來 這是聚合物 聚合物他們認為是交體 交體文件 交體就不見得是用控架件 去結合的 是很多交體是 就是更小的分子 他們聚在一起而已 所以 聚合物 在那個時候 認為是一個交體 不是一個 共架件所連起來的一整條鏈 是 Stoltinger提出來 它其實是只有一個分子 那一個 完全是用所謂化學結合起來 我要提這個在歷史上發展 是一個重要的地位 今天看起來 這個兩個名詞不一樣 高分子跟聚合物是同一回事 那個時候其實不是 他提出來說 這些 是 以 共架件去結合 所以我剛剛前面講的這個 化學基本了解 就很容易了解 是因為Stoltinger Stoltinger提出來的 那 這作為那個問題也是因為 人們開始用很簡單的乙烯 本乙烯 綠乙烯這麼小的東西把聚合 一定是 一定是高分子嘛 一定是廉價嘛 我只是說 這個東西是因為它做出來 是在 這個 20世紀 更早以前的話 不是這樣子的 更早以前那些 所有的塑膠都有 19世紀有塑膠 不是這些東西 不是你不知道從哪裡來的 反正它就有 就做出來 但是化學不清楚 好 有了這個圖像 它是像麵條一樣的東西 所以你開始 心裡面就可以想像 它是什麼東西 它 它就是像義大利通信本 攪成一團 然後你拉也拉不開 扯不出來 但是有延展性 你加熱的話 它更軟 冷卻的話 它會硬一些 你可以看左張圖 這個是熱術性 右張圖的話 你就加一些東西 把它更綁在一起 練個練之間 更綁在一起 譬如說 你的汽車輪胎 你的橡膠裡面加硫 讓它綁在一起 熱術性 你有這些圖像以後 你可以開始了解說 有些東西 P 像P 有些比較軟 有些比較硬 硬的話就是 高密度 因為它有結晶性 右下角 就是它可以 局部結晶 結晶的話排列 整齊硬 高密度 另外呢 左邊的圖 A跟B 你可以了解說 我可以把它拉開來 又可以放回去 那就是有彈性的那種東西 就是橡膠 人造橡膠 塑膠某種程度 也是有一點 就是你可以拉開 可以延展 可以延展 好 這些東西都是可以 從一個簡單的 化學圖像 我要講這些東西 是因為你有個化學圖像 因為有化學圖像 因為是道定學 他說是個高分子 一個大的分子 好 這個 那就談一些 我們最近跟我們生活 比較有關的 一點塑膠 這個 美奈米 美奈米 美奈米是一個典型的 這個 縮合 藍營索 聚合的 你到那個 自助餐店 你去吃 自助餐店那種 像餵狗吃的那種盤子 那種碗 就是它 那 它是由三聚氫 所聚合去形成的 那有時候還加一些尿素 那去 那聚合起來的 這個高分子 左蝦角這樣 它可以聚合在不同的程度 它 通常就是 這個 美奈米跟這個 甲犬 甲犬 去 聚合起來的 那我們取了一個 很好聽的名字 美奈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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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好聽 一直到有一天 報紙蹦出來 山區清安 好危險 山區清安的故事 不得不講一下 那個是 多久 也不過才 兩年前嘛 三年前 那個故事 最初是 從 中國大陸 蹦出來的 這個 有家做 賣 那個 奶粉 的公司 然後 賣出了 嬰兒奶粉 出了問題 嬰兒 吃了以後 這個 肚子痛得不得了 最後 甚至死掉 發現是它的 那個 尿管 含尿管 腎 膀胱結了很多結石 人們就研究 發現 哇 在那個奶粉裡面 添了很多 山區清安 這個山區清安 最後會結石 它其實沒有 具毒性 沒有毒性 美奈米 其實沒有 具毒性 但是呢 它就 這樣子鬧大了 鬧到今天 這個 中國大陸的人出國都要去買奶粉 到香港去狂賣 不信任 我要說 為什麼 因為 這個東西含氮量超高的 政府檢查說 你這個奶粉 喝不喝過 就是看你這裡面 蛋白質夠不夠量 蛋白質 它就看蛋嘛 最簡單嘛 這個分子你看到處都有蛋 蛋含氮量很高 所以一檢測 哇 超營養的 非常營養 但是這個故事 這個源頭其實是台灣 很多人不知道 你再往前推十年 台灣有一處 就是保禄 那個 一個牌子叫保禄 的狗飼料 也是扭鬧 但是因為只發生在狗身上 所以最早去做 幹這種糗事 是台灣人 放在那個 但是 沒有查出來 那個時候只說 哇 製造的時候是黃麴讀書 是幹什麼東西弄的 然後不了了是吧 因為狗嘛 嗯 飼兩隻狗又怎麼樣 但是那個事情 我記得很清楚 我後來 那我這三天天 台灣人 大罵這個中國大陸 這可惡 幹什麼 我都笑笑不講話 因為我知道 這也來是狗飼料會混進去 而且發生那個 保禄的狗飼料的問題 就發生都是小狗 不是大狗 大狗沒事因為它就輸 輸 輸尿管很粗啊 不會減進 所以一樣 當然那人的話 就是小baby 反正是 然後 第二件事 我覺得很可笑 就是說 那個時候 三聚氰胺 我到路去 一跳查 0ppm 不能夠有 一點點 0ppm 我想每個人 去餐廳裡 都用 這個美奈米 它就是這個桌上 你用熱水裝湯 就會有 三聚氰胺出來 那個不只 絕對不只0ppm 對啊 為什麼大家不在乎 都不知道 所以 這個事情 很多事情 很難講 就是 它 變得壞名之後 三聚氰胺就是很可惡 仍然覺得 這個 美奈米還是一個好東西 我覺得是 真正的就介乎其中 就是這個東西 我建議你不要去喝熱湯 就可以了 我也 真的答問題 那就是 這個我就前面講過 他為什麼要談的 就是 混沖蛋白質 發生的事情 這個 危險就是 解釋 好 另外一個事情 跟我們現在的生活 很有關係 是塑化劑 塑化劑 我們很 很怕塑化劑 現在聽多了 塑化劑 好可怕 對不對 我們來看看 塑化劑是什麼東西 這些 所有做的這些 高分子 不見得具有可塑性 不見得具有 你要用 就是一定要有可能 你能夠吹磨 能夠 能夠做磨子 能夠射出成形 能夠幹什麼 所以東西還是要加一些東西 把它綁在一起 如果綁得永久 就是我剛剛講的 什麼設定 就是熱出性 但是 如果綁得不能有 就是一些分子放在裡面 把它加強可塑性 這個就叫塑化劑 塑化劑 最常見的 現在用的最多的是 DEHP 這個塑化劑 長得是這個樣子 剛剛蔡老師講的 有機合成的話 稍微高複雜一點 但是很容易把它做出來 這個東西其實沒有什麼 劇毒性 沒有 但是 你從前面這張圖 你可以看一看 它用量蠻大的 而且它不是真正的 化學鍵綁來的 它會露出來 它會露出來 所以呢 塑膠用這麼多 全世界用的量子是 幾百萬噸這樣才算的 它塑化劑其實用非常多 就會到環境裡面去 對人雖然沒有劇毒 但是對環境的話 也很多微生物啊 蝦 魚啊 全部都有 這個到處都有 北極南劑到處都有 我必須要說 現在的塑化劑是這一代的 那早期我小時候 我跟開塑化劑 那更可怕的塑化劑 你這非常可怕 我不想跟你告訴你是什麼東西 現在這個塑化劑已經算是 安全 我們台灣也有名的 天才 天才的化學老師 他事實不干化學老師 去搞這個東西 塑化劑的事件 對 這個也是前兩年發生的 是食品安全的事情 就發現 政府去檢查發現很多食品 裡面都添加了這個 塑化劑 其實那食品裡面它叫 它當不叫塑化劑 它叫塑化劑它被想賣了 它叫啟雲劑 啟雲劑本來就是 有自天然的原料 但是它降低成本 它在飲料糕點麵包裡面 到處都用的 最早是 這個必須 我要讚揚它 公務員多半 好像不太認真 這個公務員真的很認真 衛生署一個叫 陽明浴的急診 它本來是要檢查 他安維他命或者減肥 需要那些東西 不過他做的時候 就發現 怎麼搞的 那很多產品 藥品或者飲料或者食品 裡面 都有分析一個固定一樣的訊號 他就去查 發現這個訊號就是DHP 就是塑化劑 這個事情是這樣掀出來的 掀出來 所以他真的是盡了他的責任 然後後來當然去查 就是金鑽公司 如果你對新聞還有記憶的話 他們這台公司是做 它是上游供應的 供應很多 我大概都吃過 都吃下去了 最常見的就是 你喝的那個 看起來像果汁 其實不是果汁的飲料 比如說柳橙子看起來像這樣 他第一件事情 他就汙汙的 汙汙的 那就是 我加了這個起雲劑 起雲劑 你不信就 你去加了塑化劑 這樣 那你大量喝的話 當然 雖然不是致癌物質 但是 對小孩子 它是一個環境荷爾蒙 對胎兒 嬰兒的發育 絕對有問題 好 我剛剛很快把它交代 這個是我們所熟知的塑膠世界的一部分 一小部分而已 我只是講 你常見的 我們現在塑膠種類太多了 但是既然來這邊要談歷史 我要講一些19世紀的塑膠 最早的塑膠是在幹什麼 我們 沒進入這些 有沒有人講出來 19世紀的塑膠是什麼東西 年紀大的可能知道的 年輕人有沒有知道是什麼塑膠 蛤 剛剛已經有一張頭的名字出現了 蛤 對 Cellulus 這個 就是像我這種人可以知道 Cellulus Cellulus是什麼樣的東西 曬陸露 那個 這些不是塑膠 這是真的很寶貴的東西 象牙做的 19世紀開始工業化 很多人開始有錢 就娛樂 娛樂 打這個撞球 抽煙 打麻將 這些都是象牙做的 你如果現在有性碰到一個 非常珍貴 非常珍貴 但是你 很明顯的 你對聯繫起來 19世紀是大象大量死亡的時候 大概什麼就是 人們獵大象 要取它的象牙 造成很大很大的一個問題 但是那個時候沒有環保人士 就一直 弄下去 大象都快 滅了 還覺醒 這樣下就不行 不行 不是因為我疼心這樣 不是因為我玩不下去了 麻將沒辦法打了 那個撞球沒辦法打了 因為撞球那個時候變成是 一個很流行的一個 一個社交的玩具 所以呢 大家就 要 努力去找這個替代餅 替代餅 替代餅 那中獎之下必有勇夫啊 就是塞如露 塞如露出來了 我先不講塞如露怎麼做出來 你看看這些東西 現在都沒有了 這個 塞如露的撞球 塞如露做的項鍊 塞如露做的 這個 粉盒 還有說塞如露玩具 還有乒乓球 今天塞如露的東西 留下來的東西只有乒乓球 乒乓球還是塞如露做 沒有其他東西可以取代 沒有其他東西可以取代 其他都 都沒有了 我必須要講的 那個時代的人有志氣 做出來的塑膠是高級的塑膠 是要模仿的是 最好的東西 所以它的東西出來是有品味的 看起來就是 蠻有價值的 它是怎麼做出來的 它是從天然的高分子 所以 可能就是棉 就是 這個 木頭 棉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去把它改造 改造出來的 所以它是從天然的東西 改造 它改造出來的 還是保持 這個天然的 這個cellular的結構 就是這個 它只是什麼 做了一個處理 用硝酸處理 所以化學也很簡單 所以那個時代的人 不是什麼偉大的化學家去幹這個事 沒有 都是一些 搞技術的人 他是家裡面 二搞一頓以後 去找 最早是英國人Parks發現 但是 最後 被很推廣的是美國 美國人 這個 中間的那個 就是 這個 cellular 就是 纖維 纖維綿 然後 木頭纖維的 這個結構 果然是一個高分子 但是那個時候不知道 不知道 這什麼結構 就完全不知道 所以不是化學家 去搞出來 加了硝酸 又變上面 硝酸 這個東西 出來 那就叫消化纖維 消化纖維本身就是很有經濟價值的 什麼 炸藥 炸藥 這個 十九世紀 其實是蠻多戰爭的 是帝國主義的時代 帝國主義就要有這個火炮 那 最早是黑火藥 黑火藥不夠力 你看南北戰爭那種打的槍 那個都很爛的 後來 是有黃色炸藥的 最早黃色炸藥就是 消化纖維 它 能夠很好用另外的是可塑性 它什麼可塑性來 它要加塑化劑 那個塑化劑就是 右邊的這個 髒腦 髒腦這個東西 那 回到我剛剛講的故事 說人們想要去做 這個 象牙的替代品 這個消化纖維加了髒腦以後 去塑造出來的 果然就蠻像 這個 象牙座的東西 剛剛給你看的那張圖 就大好處賣啊 就 其實斷了蠻多錢 但是唯一有缺點 它會燒 有時候在極端的時候 就 就會炸 那 最早的時候做出來很容易炸 那個 那個西部 那個時候還有西部牛仔 就像牛仔的那個 酒吧那邊都是有這個台詞 撞球 他們這些老闆就抱怨 說不得了 好恐怖啊 偶爾是撞球一打以後爆炸 所有在座的那些牛仔槍都掏出來了 你說 不行不行我們要改善 所以後來呢 發展出這個醋酸化的行為 不是硝酸的 用醋酸 那個就不會炸 但是人上會燒 緊接著另外一個故事 當然已經到二十世紀出了 就是這個東西可以做薄膜 薄膜上面可以上這個點畫影 可以做照相底片 最後還可以做整卷了 所以電影就來了 電影就來了 所以這個電影的那個 剛剛給你看的那個 電影的那個底片 那個膠卷 那個是 這個最早是消化纖維 後來是粗酸化的這個塞魯爐 這個塞魯爐做的底片 一直到二十年前還有吧 就是科達的底片 現在還有沒有 現在沒有了嗎 日本的福基礎好像還有生產 科達已經不生產了 那科達這個生產是從Eastman來的 Eastman來的 Eastman是另外一個企業家 他就去 他一看說 你做這個這個 這個撞球很好 那你為什麼做薄膜幫我做底片 他就去找那個那個美國人 他們就合作做這個 然後後來他就賣給科達 所以變Eastman Coda 那這個東西就一直到現在 那我們今天很多老電影都是這個 還能夠再去重新把它數位化 就是因為這些膠卷 順便要提到 那個電影 放電影的時候那個放映室 都像後面的這一間 是一個孤立的 那為什麼不放在椅子上 就在觀眾裡面 為什麼 因為那個底片 原來是消化纖維很危險 會燒起來 會爆炸的 所以只好隔在一個房間 後來那個放映室就非常不錯 可以看小說 做其他的事 所以就一直保存一下 我們沒有放映室 是因為跟這個 塞露露底片有關 好 那我剛剛講的這個 發明了這個 這個東西是英國人叫PARC 所以最早他們叫PARC 他弄了很多專利 做了世界博覽會 但是沒賺錢 表示英國人的賺錢本領還是比較差 後來是美國 這個美國人 他賺了大錢 叫HIRE 就是他去做出這個塞露露 仿冒各種的像象牙的東西 比如說眼睛架 鋼筆 然後他跟Eastman合作去做這個 底片 這一個人 我要說的是 這些東西 是19次的塑膠 到我小時候還看得到 現在已經幾乎沒有了 都是看起來很漂亮的東西 跟你現在的塑膠印象是不太一樣 現在還有 像那種 那個 有些那種防骨鋼筆 他是真的用塞露做 不過絕大部分鋼筆已經不是了 這樣 好 那 那個時候 還做這個衣領子 衣領 那個 19次目目的時候 大量的人到Office工作 紐約 自家哥都是上班族 上班族 就是要 穿得有個樣子 說要燙衣服 燙衣服就是 中國人去幹的 那負擔不小啊 直到有一天 塞露露出來 他們就做塞露露一頂一套 裡面衣服就不要燙 外面的那個架子非常好看 然後就要做 這些中國人說 你們回家吧 把他們趕回去 好 另外一個故事 要談的就是跟台灣有關 張腦這個事情 我剛剛講不是塞露露 還有這個消化纖維 這些東西 他都要塑化纖 這個塑化纖維是張腦 張腦 全世界只有兩個地方有 一個是福建神 一個是台灣 張腦樹 這個只有 所以其實在19世紀 台灣是發大財的 因為你加入了軍火公園 你加入了塑膠公園 必需品 必需品 所以一直到今天 我們到處要看到張書 雖然今天的張書 已經不是一個經濟作物了 但我們到處看到 台大校園也是 葉林大道兩旁 都是 那時候台灣到處都有 做張腦的 張腦療 就在戶外 就直接砍下來 燒 把這個 張腦給提煉出來 然後最後是公賣 台灣英九公賣局 原來賣的主要不是酒 是張腦 因為它是軍火工業的一部分 這個是暴力 暴力 所以真正有錢人 很多 那時候在台灣 我們說的 這個物風的零家 就是賺這個大錢 好 張腦的分子長得這個樣子 像一個烏龜 就是尾巴長錯的地方 長得 這個圖 代表它其實是一個非己性 那個 小的分子 它就很適合 作為一個素化劑 就所以 那個時候 模仿是高貴的東西 用的素化劑也是蠻高貴的 對身體 這個 沒有害 而且恐怕還有一些異 好 接下來一個重要的塑膠 在這個 20世紀 做出來這些 聚合物之前的塑膠 就是叫黑木 電木 各位有沒有聽過這名字 恐怕也是年紀大的人知道 年輕人就不知道 它是 要用很簡單 它是真的這個時候是聚合反應 但那個時候就把它燒成一團 也搞不清楚什麼東西 一個東西叫 本分 或分 另外一個東西叫 甲醛 這兩個東西一聚合 它聚合得一塌糊塗 已經不是現金的 但是 變成一個很硬的東西 是熱觸型的 是 這個 荷蘭人北克蘭 發明 但是荷蘭人也是一樣 到美國以後 才 發明 專利的東西 在荷蘭的時候 他整天搞 不是荷蘭 是比利時 怎麼搞就弄 就賺不了這個錢 這就跟他經濟體制不一樣 在美國經濟體制 很適合 這樣子的 發明 他們都不是壞錢 不是 不是 搞不清楚他分子長 他就是 就去搞 就是 做出來的東西 是一個很硬的東西 然後 最早的電幕的製品 是 電滑機 電風扇 還有最早的 黑膠片 黑膠片 這個電滑機 現在古董 賣的 賣價錢很好 這個拿起來還要搖 搖 然後 模糬模糬 這個 很可愛 對方有一個真的人跟你講話 幫你接話的 然後 你摸他的品質 感覺就不一樣 你會覺得 他是一個 一個真實 滿真的東西 不假 一點都不假 是一個很真的東西 早期的塑膠 是這樣的性質 那看看 你熟悉的 電視機 至少對在座年輕人 連最新的這個 都已經不熟悉了 因為現在電視已經不是這樣 但我們來看一看 最早的電視機 是木頭做的殼子 木頭殼子 這個我都見過 木頭殼子 後來就是用電母 電母做的 1948年 那個是用電 電母做的殼子 奇怪 那個早期 電視子怎麼那麼小啊 8吋啊幾吋啊 後來 就變成是用 Shermoset 的這個 Polymer PVC之類的 好了 接下來要想另外一個話題 塑膠垃圾 你現在對塑膠覺得很噁心 我剛才說噁心的東西 不是1940年的塑膠 是你現在看到的 滿山片野嘛 還有污染環境 到處都是 的塑膠垃圾 這個塑膠垃圾的問題 可以稍微看一下 這些東西都是 你家裡面用的東西啊 這個 你家裡面的用品 一樣一樣的 來 看看分解時間 我們如果皮鞋 真的皮 牛皮做 你分解時間5到40年 還是可以分解 對 比較好上好的皮 也許長一點 披帶的話 就是 做成薄膜的 10到12年 尼龍布的話 30到40年 塑膠瓶 50到80年 Polystyrene 劇本以西的話 基本上是永遠 還有很多其他 這個分解時間上百年 到很長很長的時間 這些 這些 最大問題 因為這個是我們做出來的 還沒有一個細菌 能夠發展到說 吃這個就可以了 也許有一天嘛 有一天我不知道 現在 這個問題 譬如說我們做很多 其實不太必要的東西 明年聖誕節 聖誕樹 在歐美國家 多少聖誕樹 最後 有回收 這些還 是好的 還沒有丟掉 還是回收 回收你 你跑到哪裡去啊 其中一個地方 跑到中國去 他就有這種 本事把 全世界的 這個塑膠垃圾 收來 這是 中國大陸一個人 他做出來的紀錄片 這支垃圾回收 造成他們很大的 環境污染的問題 但是 這個 都還是好的 80%的塑膠 是丟了就丟了 也根本沒有回收 譬如說這個 海裡面 那海洋污染 最主要的問題 就是塑膠 所以討厭的地方說 它不沉下去了 你也就 看不到就算了 它就浮在那邊 飄 這樣 這是很大的問題 譬如說塑膠袋 塑膠袋造成很多 海龜的死亡 因為 對於那個海龜來講 看起來它像水母 就像水母 它就去吞它 所以 塑膠山 塑膠海 左下條那個是 香港 某個灣的海邊 右下角 這個 這是東南亞嗎 哪裡一個國家 海裡面的垃圾 最後衝到岸上 這些 這樣是蠻頭痛的 因為我們 生產的塑膠太多太多 然後呢 用了就丟 然後呢 回收本錢都弄不回來 如果說你還有 能賺頭的話 會回收 所以這個是 一個大問題 全世界的塑膠產量 重塑膠是百萬噸 到了2014的時候已經是 百萬千萬億 三億噸 三億多噸 還在增加 那我說 我小時候是在這裡 在這個地方 還沒有到台灣 台灣可能是接近零 所以我還記得沒有塑膠的日子 但是我剛剛講的意思 也不是譴責塑膠 因為我剛剛講過的 太多塑膠的好東西 太空衣什麼 女人的絲襪 這些 尼龍做的 環境的問題還是要 環境有一個解決方法 所以現在幾年發展的是生物塑膠 就是用生物纖維 比如說 玉米 它分解以後產生糖 糖再進一步 氧化變成乳酸 然後聚乳酸 聚乳酸是一個 可以做成塑膠的東西 比如說右邊這個杯子 就是聚乳酸做的 它是生物可分解的 這個是未來一個發展的方向 現在已經有航空公司用 澱粉做出來的 塑膠在用 他們的餐具 我做那個 去杜拜的時候 那個阿聯航空 游泳島 一個人還是塑膠 但是蠻有趣的 跟一般熟悉的塑膠不一樣 有點金屬光澤 好 當然 塑膠 絕對是還有很多很多前途 我不是說這樣子 反正你逃不掉 你沒有一個人可以逃得掉 我要講說高科技的 波音787的那個機體 主要是加強纖維的 這個碳 跟塑膠所做的 它很輕 所以它節省能源非常多 這樣你的很好的塑膠 已經可以做到 像鋼鐵鋁核金這樣的一個強度 這個是 當你看塑膠的時候 你不得不忘 不記得說 它還是有這種重大的 一些將來的未來 我今天 雜七雜八就聊到這裡 那謝謝大家